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灿烂时光节目联合直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9点半 在公司新闻议题中心PNN的网站上面会直播 那之后呢也会在公库的网站会有完整节目的播出 我想在这个礼拜虽然在香港 但是很多的朋友也都不断地告诉我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出大事的 什么样的大事呢 很多看电视新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有6位的囚犯 他加持了典域长也提出了很多很多的诉求 这个事件其实让人家非常的震惊 也让人家非常的亚裔 这亚裔恐怕是台湾的事情 最近这几年怎么这么的多 可是这个圣经会亚裔的背后 其实这6位的朋友呢 其实他们也提出了一些诉求 虽然他们最后是以自杀来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那这个6个诉求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值得关切的地方 这5个诉求是一个非常重要跟值得关切的地方 那我简单来讲一下他们曾经提出来诉求 那第一个就是质疑这个陈水扁总统的假病 可以保外就医 那监索里面比他严重的这个受刑人为什么不能够保外就医呢 那这个报这个假释是很困难的 台湾其实他们认为是一种有罪推定原则 对这个犯罪者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这种情况 那在监狱里面的工资呢 每个人只有200元 而且还要靠家人的这个接济 那其实也学不到一些比较好的技能 或者是有用的技能 那反而对家庭是整个给拖累掉 那另外就是郑立德他声称他自己没有杀人 可是被判了18年的这个杀人罪 那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刑法其实是有问题的 那最后他也提出来要促成修改三政法案 那这个也希望能够让这个所谓的减刑的问题 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要来谈这件事情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预证跟所谓的刑责上面的一些问题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要跟他邀请的是 阅语平板协会的执行长罗四祥来一起跟我们谈这个主题 四祥你好 是 关老师好 各位朋友 我想一开始先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有提到一个叫做三政法案 这个三政法案是什么 三政法案它其实针对讲室规定的设计 它是引致美的 三政我们看报道会叫stryout 就是说你出局 那三政涉及到就是说你有没有权利在申请讲室 那我们这个刑法在2005修正的时候 过了一条就是修改那个假释的三政法案 它说如果你假释五年内 重罪假释五年内再犯重罪的话 你不得再报警申请假释 不得真心假释 换言之你如果今天判十年数七徒刑 你就是不得真心假释 你就需要把所有的情路光源 对那这个其实涉及到就是一个人在监里面 他对未来有没有期待有没有希望 那像今天这六位其实很多都是二十几人 三十几人 那现在可能三十几人 在不得假释这个制度规定下面 可能会让他已经无法预期说他有办法喝两个酒 那其实这个剥夺他一个未来的希望 或是未来的期待感 其实是造成这次事件的关键 所以我想他们提出说九百三政策案 其实这个事情 好所以刚刚世祥的意思是说 在目前的假释的相关规定 虽然给这些受刑人有假释的可能 但是其实他也会有其实更多的门槛 使得他们觉得未来是没有希望的对吗 对没错 以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规定是 那个是早在陈静芯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 假释门槛也曾经做一个调整 早期假释门槛是你初犯 刑期浮满三分之一 累犯浮满二分之一 就可以开始申请假释 你就符合假释的这个条件 你可以开始申请 那会过不过就再说 那后来因为曾经心事件的发生 那个条文也修改了 那修改之后是初犯要浮满二分之一 累犯要浮满三分之二 听起来只是几分之几几分之几的数字 那其实一比下去 就大约是三到五年的时间 如果他时期再稍微重一点的话 三到五年 您说 三到五年其实对这些受刑人里头来讲 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以见 特别是当他如果他觉得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犯罪 或是他觉得根本就不应该判那么重的话 那他的压力当然会是很大嘛 对没错 那再搭配2005年修改三证条款 三证条款就是说你不得报假释 是就没有机会你已经出局了 因为你曾经假释再犯 就是曾经给你这样的一个 他们很爱讲说是恩惠 给你这样的恩惠你还不知悔改 那你又再犯所以你出局了 你不得再报假释了 那其实大部分我们看到的这些 其实监索内有某种程度上算是不定期炸弹的 其实可能都是符合这样的条件 他已经没有假释机会 或者是他今天要再服个二三十年的刑期 但是这边可能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犯罪率好像居高不下 一部分就是在于这个假释的门槛 好像是太松了 所以这些人很快就能够出狱 或者是他在里面假装这个表现良好 那他其实又很快就出狱 所以他其实这个再犯率也很高 然后或者是社会的治安 也会面临到很大的威胁 那这个台湾的这个假释的这个门槛 真的是很低吗 那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又是怎么样 事实上我们假释门槛很低这件事情 我不是很能够同意 因为我们近十年来看这个统计数字 一般来说如果当时可以开始报假释后 他有一个法务部有一个统计 叫做假释出来之后的因执行率 他假释出来的执行率 就是说他到底关多久 他本来判十年 那他今天关了几年出来 然后十年前大约是要浮满百分之六十左右 就是你浮满百分之六十 你就可以达到假释出来了 那现在大约是八成 就是你要浮满百分之八十 那其实我们的假释门槛是越来越严格的 本来你可能就是到六十趴左右 你就有机会出来 现在要到八十趴才有机会出来 更别提刚刚说这些三证条款 可能是永远没办法出来的 那以及刚提到犯罪率的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们监所现在平均每年大约是六万人在监所 那在监所里面有高达八成的人是在犯入监 那其实这又回过头来这个源头 我们到底判有期徒刑或是施宜惩罚 这件事到底目的是什么 那这几天很重要的一个政府机关就是矫正署 那他的名字叫做矫正 就重点应该是让人可以出来不要再犯 好好的就是所谓的回到社会 那这个矫正有没有发挥起功效 就是一个值得存疑值得讨论的事情 你今天有高达八成的人进来又出去又进来 那换言之下当时在里面所接收到的一些讯息 所获得的待遇 有没有叫化 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值得检讨跟存疑的事情 但我们却好像放在这边不管 那就是进来就对了 我想这很多人会对这个事情是蛮质疑 特别是你刚刚谈到这个矫正 那就我们所知的 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寓所里面 其实会有一些神职人员 或者是一些这个諮商师 或者是一些社工师 他们会常在静坐到里面 那这个就是矫正署所谓的矫正吗 或者是说他们这些犯罪的朋友们 这些进入监所的朋友 他们平常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管老师你刚刚提到的是所谓的宗教教会 那宗教教会他仰赖的其实是志工 因为宗教团体他们等于一个宗教的信念信仰 那他愿意入间去关怀这些他们认为是误入歧途的人 那可能是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等等很多种可能性 那这样的一个宗教教会 他其实有些时候是一种大讲堂式的一对头 那这样子如果他在台上讲个三个小时 你想下面的人会可能会感受到一些良善 或者说他就不在犯 其实也是值得存疑 就像我们国小普通在这边听一些知名人士来上课 那其实不见得有帮助 那其实比较有意义的在于个别教会 那我们其实在监所内有配置教会师这一个身份 那这个教会师他的名字就很清楚 他就负责来教会每一个在监的人 那这个能力严重不足 事实上去年去做监所参访 就是去年跟台湾人权促进会 私人资改会那里监所改革联盟等 对那我们去做监所参访 其实很关心一件事情 就是那到底教会师都在干嘛 都在干嘛呢 那那时候我们发现他教会师可能一个教区 一个教会师 那一个教区内可能有400个手用人 400个手用人配一个教会师 就是有可能是他路肩还谈过一次而已 那这样的教会你想他会有用吗 不管他今天可能是毒品难 可能是杀人 可能是抢劫等等 太多种不同的状况了 那教会师有没有真的认识到这个人 他的成长背景他的发现动机 他的现在的家里状况如何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困难 非常复杂的一个工程 但一个教会师要面对400个手用人 对那这样的人力吃紧下 其实并非政府一定也知道 但看来好像也不是他们有能力 短时间内解决的事情 那我们那时候听到宜蘭监狱 甚至有一个教区 他教会师就是有一个职缺 变成说找另外一个教区的教会师来带 所以他一个教会师要配800个人 哇天啊 对那这个情况我们就在想说 那你到底在教会个什么 不是说他教会的不好或他没有能力 而是说今天这个就是现实上不可能 你如果去关照到800个人 而且800个不同的刑期 就是可能有人还很久有人一下子就要出去了 或是如何 对那这个状况其实是 我们说希望他是个矫正 他是个有教化的地方 我想其实是非常困难 那你仰赖宗教教会 其实如刚所说的 他可能一对多这种大班智 那也有就是宗教教会 其实就是反正就是有信仰的人进来 那他今天可能来听佛教的 那他今天基督教他也来听一下 那明天天主教他也来听一下 就是其实对宗来说 那个可能只是让他可以离开工厂去休息的地方 或是稍微喘息一下 听一下不同的人的说法 稍微换一点的 有一些外面的人进来可以见一下 那并不是说他就有一个很强的教化功能 当然如果少数几位像黄明正牧师 或者是几位比较 可能是有部分的教会志工 是有实际跟个案很多的互动 那可能也是无法面临到这么多的收入人在里面 而且这些其实都是志工 他并不是政府编制的人员 那所以我们矫正署到底在干嘛 或是说我们各监狱里面的教会师 有没有能力做到这些事情 嗯哼 我想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你刚刚告诉我们说 一个监狱如果是400人 他只有配一个这个教会师 那我想就算是一个这个万能的天神 恐怕也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去面临到这些 每一个人的背后的家庭 或者他的一个整个的过程行为 都有非常非常的这些复杂的因素在里面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已经让我们听到一些复合思议的状况 那在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监狱里面的 这些人权的状况到底是什么 那他们提出的这几项的诉求是合理的吗 这几项诉求他背后又反映出什么样的原因 反映出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散烈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头跟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个我们要来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这个议题其实就是在前一阵子 有六位的这个受刑人加持了点狱长 然后也提出了诉求 最后他们以自杀来终结他们的生命 这件事情 当然媒体看到的非常多是一个比较激烈的枪战 或者是死亡的画面 但是其实背后更重要的是 这个台湾非常值得我们去关心的预政的问题 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冤狱平反协会的执行长罗世祥 世祥你好 嘿 光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在上一段里面谈到这个所谓的假释跟这个再犯的问题 那我们发现其实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教会师这个所谓的去做所谓的矫正这件事情 整个国家在能力上面所投入 或者在资源上面投入是非常非常不足的 所以这个再犯它未必跟假释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那它其实是有更复杂的因素值得我们在进一步的关救 那当然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 这几位朋友其实也提出了非常多有关于人权的问题 那我想其中有一个就是在于这个保外就医的部分 对 那这个台湾他们就觉得说 为什么阿扁这个假装这个三叻啊 然后他就可以保外就医 可是在监狱里面有比他们更严重的人 为什么没有办法保外就医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 你讲的另外一个 其实他们这次的主张用一个比较好听的话来说 其实是个医疗人权的主张 我在监所如果不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医疗照护 那我应该就是移到适合的 适当的医疗院所去救医 那现在保外就医事实上每年大概就是几百一两百位 每年从监所实际上获得保外就医出来就医的人 那但是这一两百位有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数字 是大约有半数是在半年内就过失 对 那事实上这个保外就医 我们这个意思上应该是让他可以获得更好的医疗 但可能很多时候是让他出来 就是人已经快不行了 就快接受他的生命了 对 不要死在监所 所以让他可以赶快出来去最后面的一些照顾 那其实法务部脚印署在针对这一次陈水扁保外就医 算是因为毕竟是一个很特殊的个案 很敏感性很高的个案 所以他们这次召开了一个15人的医疗团队去评估 他到底有无保外就医 那我想更回过头来讲 讲一个制度性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监狱行刑法是写在民国35年的时候 民国35年 对 那当时应该是已经可能快要过来了 对 那 可能是中国大陆的时期的嘛 对 没错 那 他的保外就医的规定是指说由监督机关来决定 那监督机关是什么 是典域长 是角证署 那这件事情就很令人匪夷所思 可是你到底这个人他现在的这个状况 需不需要有一个更好的医疗照顾 这个是一个医疗专业的判断嘛 那你说一个医生可能他判断有偏颇 那两位医生或三位医生就像现在强制就医的一些相关规定 他是一个医疗专业的事情 怎么会是由监督机关来做判断呢 教育署长他有医疗专业嘛 法务部长他有医疗专业嘛 事实上都没有嘛 那我们却是授权 却法令的规定却是让他们来决定 其实本身制度就一个很大的缺陷了 那所以他因人涉事的这件事情就有很高的空间 今天法务部他决定用15人的医疗团队去处理 承受一点保外就医的评估 那还有谁曾经获得这样的待遇吗 我想没有 那所以相对来说 不好意思 就还有另外一部分其实同学们也很在乎的就是这个平等权 其实在检索没有 就法治状况 法治就是制度这么落后的情况 他就因人涉事 所以有权有势的人 当然就比较容易获得一些比较好的待遇 那大部分的同学我想是认命的 因为自己没权没事 那你就是好好的把它关过去 但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的法感情是很大的冲突 就是不平等 台湾已经走到现在 这个我们认为至少还算一个比较现代民主法治的情况了 那怎么还可以允许这样的不平等的存在 所以这六位他第一个提到的是关于保外就医 我认为是非常合理跟正当的 这个其实当然从这个外界的角度来讲 的确好像这个阿扁总统这个能够去保外就医 而且还刚才有这么大的一个医疗的评估团队来做评估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特权 可是回到一个更基本的门槛来讲 那相对于这些其他的在监狱里面的同学里面是特权 可是他某种程度他也是一个基本人权 对不对 我刚听到是说非常的压力 就是这个保外就医之后的这个死亡率是这么的高 那他们在这个监狱里面的一般平常的医疗看顾的 那样的一个机制又是什么呢 那难道没有一些比较正常的这个机制 还是他们生病或是甚至重病 就把他摆在这个浴所里面就摆在那边 然后也完全不理他们 其实最近刚好跟朋友在讨论 其他某程度上有点算是学校的保健中心 在早期 早期算是保健中心或卫生科 或是在一个军队里面的那个医护科 那会有一个医疗就是一个房间这样子 让当时叫公医 就是各间所他们会去聘请 他们可以合作的医生来进入去就看诊 那这个公医往往可能他的就是 不是一个很专业的状态 以及背后的这个医疗设施都不是很好 因为毕竟在矫正机关里面 所以他就是来看一下那可能有一些合作关系 那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医疗待遇 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在谈 收工人要纳入健保这件事情 那2013年健保法令修改之后的确 二代健保上路之后收工人是纳入健保的 那现在其实各间所 就官方的说法上面是说他们医疗环境有改善 因为每个监狱他会配置一间健保医院 由这间健保医院负责提供所有的门诊跟医生 那这些门诊就进驻了 那进驻到可能今天上午牙科下午加一 然后明天早上骨科眼科等等的这样配置 由这个医疗院所来决定 但这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限制在于说 他可能就开一棵 一个上午一棵 那顶多35到40人 也许到100人 那其他人可能就没办法再来进来看 那可能就要再等 以及就是晚上 当你晚上他事实上医疗院所没有进来 那你晚上如果出事 如果有急诊的需求 可能也如果他没有配偶护士 或是一般的其他医生在待命的话 可能就要往外送了 但他并不是一个随时都处在一个 有医疗资源充足的状态下面 那特别是有些重症患者 他们恐怕也没有办法 这一个礼拜才来一次的这些门诊的医生 就能够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了不是吗 对所以其实在制度上面有设计两个 刚提到保外救医 那另外一点的是介护外医 介护外医就是意思说 我们监所这边即便是有健保医院医生进来 那但现在的我们的医疗设施跟资源 都不足以应付这个人的身体状况 所以要赶快介护到外面去 对那介护外医也是由这个医生来决定 那介护外医通常是你可能今天到哪个医院去看诊 然后再送回来 对早期其实陈水扁在还未保外救医 以及还未到陪德并肩之前 他其实在 当时应该是桃园的医院 有几次的介护外医 你就从监狱把他接出来 那以后还要再送回去 对那介护外医虽然是一个 算是一个比较 等于说让他提供医疗资源 可是这个周车往返 真的其实也不是一个处在 可以随时有一个医疗配置的状态下面 嗯哼嗯哼 不过很多人应该也会这样觉得说 那你这些人就是犯人 然后我们还要花那么多资源在你的身上 那还要让你有这么好的医疗的设备 这个国家财政有必要去负担这样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支出吗 我想这个也是现在社会 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重要争议 就是他们真的是犯错 对啊 对那他们法院就是判这个刑度 那就是把他关出来 这个就是他应得的惩罚 嗯 那但有一句话这样说 就是好的刑罚政策就是好的社会政策 嗯哼 事实上这些人他并不是说就像 呃之前有人说他是个垃圾厂 嗯 就是就丢掉我们就永远看不到了 事实上不会看不到 是可能还会是跟我们在社会还是在一起的 嗯哼 那在这个情境之下 这些松人在监索被 有没有被有尊严的对待这件事情 可能就影响到他出来 是不是可以有尊严的活下去 嗯 是不是会再犯 是不是会重新再有一些违法的事情 嗯 没错 条件有点难以去评估 嗯 但如果监索的环境稍好一点 我们期待说这些人不要犯错 不要再犯错 嗯 这个期待可能就还说得出口 嗯 如果今天他在监索是一样很无尊严的活着 那出来社会对于松人的接纳程度一样 你就是犯错了 嗯 就是曾经有前科记录等等的 那这样的人去看待他可能更无法回到这个社会 嗯 嗯 的确有很多这个所谓的犯罪者 他其实在他的过去的生活里面 他可能社会阶层相对之下可能会比较低 他所受到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相对比较高 或者是他的整个生活经验上面挫折 也可能比很多人还要更严重 那一旦他到了这个地方 到了这个寓所里面 他如果没有办法有一个比较好的对比较符合人权的对待 然后他在心理上面做某种调整的话 我想那个院队其实是会累积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加深 所以也难保这个所谓的 呃再犯率 他难怪也会有这么高也是有一些背后的因素的存在 那这几位同学其实也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监狱里面其实我们知道他们都有一些工作 那他提到说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00元 而且我们后来看到有一些的这个报道也提到说 他很多都是做一些非常机械性的工作 那这个让他们在监狱里面工作这件事情 是要去提高这个国家某种的生产力 还是要让他们去学习一些可以回到社会 重新适应社会的一些技能呢 那一个月只有200元 或者是只能够去做一些基本的这个 这种所谓的非常粗浅的机械性的工作的话 这个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其实我们现在的监狱刑法的规定是受刑人 他某程度上是强制劳动的 除非你有因为身体因素等等的 你无法劳动的话你才不会下工厂 那下工厂他大部分的工厂确实是一些机械性以及非常廉价的 包括我们这几天有看到很多人提到就是折纸带 百货公司等等的 纸带大部分是从监狱里面折出来的 还有一些情况包括做面膜做巧克力等等 这些都还有 对那我也听到说有折纸莲花的 其实这些都不是产值很高的一个行业的工作 另外还有可能还有一些产值比较高的 包括像面线 酱油 马达等等 就是其实不太一定 但如果说你今天可以做到收入是比较好的 他是其实监索是有特别调过的 可能是你有相关的才艺 或者是说你今天的身体状况条件是比较好的 你才有机会少数的人才有机会去移到产值比较高的工厂 那大部分的人确实是做 还有罗斯帽加工等等 就是这些东西是比较单纯的事情 那这个劳动其实某程度上有好有坏 就是你就让人动一下嘛 像之前陈水扁先生他在监索 他是没机会下工厂 因为他的身份比较敏感 那他没机会下工厂 他就变成一整天都在这个社房里面 那偶尔30分钟放风 让他去自己在那个小操场那边跑步 那听起来也是非常不人道跟残酷的事情 那当下工厂我实际在工作 我的收入却只有两三百元 那事实上这个作业的收入 我有时候会形容他有点像是一个共产制度的状态 他的这个收入的估算是以全工厂所有的产值 扣掉就是扣掉部分给犯罪被害人的补偿 部分给监狱里面的管理员有一个奖励金 然后部分给收入人 如果收入人表现良好也会有奖励金 然后部分是拨到作业基金 作业基金 我们现在监索作业基金有三十几亿 那三十几亿就是每年这样子 全台各监索的作业所累积下来的这笔钱 那这笔钱他还会做于包括像现在冬天烧热水的锅炉的燃料的费用 医疗的费用 因为很多人现在二代健保下去 有些人可能他基本的健保费是 所以健保之外他要就医 如果有其他健保不补助的东西 不补助的情况 那也是有这个可能会有这个作业基金来提供 就是有部分的钱是又回到这个改善所谓改善监索环境的这个情况 然后最后才会留到每个人可以一个月分到多少 对那这200块就是我想他是一个初盖的一个数字 那可能就是100到数百元到1000元以内 那这样每个月这样的收入 显然他在监索里面可能如果他要买一些日用品 买一些像声明里面提到内衣内裤都买不及了 那又得靠家人阶级 那靠家人阶级本身这件事又影响到个人的尊严的那个感受 对又更让人似乎觉得未来很无望 很不想要继续活在这世上 那对很多人来讲说你就是被关 然后你本来就不应该有这些钱 那还让你赚200块有什么不好吗 我想回过头还是要讲说到底被关这件事情 我们到底他的意义是什么 对那毕竟他叫矫正署他不叫惩罚署 我们今天这个人不管他吸毒贩毒或是强盗杀人等等 我们希望的是他可以矫正 希望他在这个地方可以改变 而不是我们就是施于惩罚 当然其实如果讲直接一点 确实现在就是一个硬爆式的一个做法 就是我们你罪有应得 你就是该要在里面该死这样 对那但我们我刚提到就是总是回得来 总是得回来 而不是看每一个人今天 谁不管你大小罪有罪就除死刑 我想这件事大家应该也不会接受 如果说我们期待是说你就是罪有应得 你就是犯错你不要再奢求任何所谓的人权 那其实这样的做法下面 推到最后可能就是一犯罪 有罪确定立刻除死刑 因为不要再回来 那我们不会是要走到这个地步 也不应该走到这个地步 对那所以监索环境的改变 其实是这一次是一个很重要的奇迹 好所以我们看到 刚刚谈的很多是在于这个预政制度上面改革 那的确这个有很大的问题 不过这是不是也跟整体的 台湾的司法这个制度上面 或者是甚至包括像法务部 或者相关刑责这个法律条文的修正上面 都应该会有一些关系呢 好我简单说就是我认为 其实这次的事件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被看到 就是司法的审判文化 嗯哼 事实上我们的刑度是越判越重 刚刚提到还有一件事就是 现在刑期最重可以达到30年 对 那依照统计确实在2003年 当时被判15年以上的人 大约是4000多人 然后现在2013年已经达到9000多了 翻了一倍以上 15年以上 所以这些重刑期 它虽然造成抑证或是说监索 管理上很大的一个困扰 但其实源头事实上是判决有罪 判这个刑度进来的法院 或是检察署 检察机关 那我想法院看起来好像 这件事都完全跟他无关 我认为这个态度是错的 嗯哼 你要知道说你今天判了这个刑度 你假设判5年7年 你认为他所做的行为符合这样的刑度 好你的理由是什么 你知道他进来之后 这五年这七年是会面临这样的待遇吗 嗯哼 那更别提你可能判的是二三十年 嗯 那一个五六十岁的人 你判他二三十年 我不知道这样的司法到底他正义到底是要追求什么 嗯哼 所以法院其实不应该置外于这一次的事件 以及其实法院也应该来参与看 究竟如何改变这个监索这样的收容状况 嗯哼 那我想这是还蛮重要的 因为其实判决有罪的是他们 所以相对来说矫正署有时候我跟他们 跟几个管理员或是矫正署的一些长官互动 都会觉得说他们其实也很无奈 就一直判决有罪就一直人就一直送进来啊 本来早期三四万人收容人 早期超收根本就甚至是没有超收的状况 现在超收到百分之二十 人一直进来我总得关 但是我的编织又没有增加 那我管理上的压力就是这么大 越来越大 嗯哼 那像总统他说十天内一周内提预政改革方案 那我必须讲这不是不只是预政改革 这是整个台湾的司法制度必须改变 司法审判文化必须改变 嗯哼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整个系统的 司法系统的这个问题 那虽然我们刚花了蛮多时间在整个预政 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矫正机制上面的改革上面 其实就像刚刚司翔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个 这个问题是一个整个在司法制度怎么样去看待 呃所谓的罪犯怎么去看待这些刑期 以及在整体的过程当中 他如何去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调 让这个所谓的判决或者是这种所谓刑期能够 他的结果是一个更正面的这个发展 那今天非常谢谢士翔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